首席可以提一點嗎 首席麻煩一下前面的首席 前面的首席麻煩一下 前面的首席 前面的首席 大家的建政參與民主進步黨今天圓滿完成新任黨組 未來面臨中國的威脅 我們的新使命就是守護台灣 促進台灣的民主和平與繁榮 我們具體的方針就是拼經濟 顧民生 強國防 保和平 中國威權主義的擴張 不僅已經對台海和平穩定造成威脅 更是全世界都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 民進黨主張 台灣不僅要積極與理念相近的盟友合作 共同努力維持區域和平穩定 就是說 你怎麼樣未來用 這裡重申 就是 務實的 認定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沒有另外再宣布台灣獨立的必要 中華民國主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 只有兩千三百萬人可以決定 未來我仍然會 站穩四個堅持的立場 然後繼續 才能穩總統兩岸的路線 完成 現在我們要請大家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總之代理主席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